請端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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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有一位学生 他目前还在念台南的东方设计学院 一个研究所塑医班的学生 他来到了师傅座下已经将近两年了 他们家也是做公庙 因为他从小就有特殊的体质 看得见法界的灵状 可是他知道身后驱赶不了领状的 只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大成就领师才有办法帮助他度化那些领状们 他终于在一年十一个月前遇到了一个好朋友 他建议他入了 他见到第一眼他就知道师傅绝对是一个大成就的领师 就是他找了百千万节的大成就领师 今天他特别从台南来到台北 这位同修叫做张靖佳师兄 等一下我们请他出列 他要跟大家分享他事项和舒适的见证 再一次车户的现场 他如实的看见师傅的灵性头就救度他挡住了车子 而且更惊叹的是这一次不是他一个人见到 他的好朋友两个同修 一个是高崇高院的一位同修今天也来到的现场 他叫做黄耀玉师兄 今天他到现场等一下也会跟师傅领进 黄耀玉师兄跟他的女朋友也是同修 他叫做李靖里师姐 可是跟靖佳师兄同样都是东方设计学院的同学 他们三个都见到可能会拉一条声音就没有的现场 师傅的灵性头就救了靖佳师兄 今天靖佳师兄跟耀玉师兄要在这里 靖佳师兄现身说话 耀玉师兄在这里见证这是真的 本来靖佳师姐也要一起来的 但是今天早上她身体不舒服 所以她说透过她的男朋友 要被师兄说都是真的 好现在我们掌声让他们出列 我们掌声让他们出列 请起领 请在领头 请起身 微离脱食 让我们一起感恩师父赞叹师父 感恩师父赞 感恩师父 感恩好事 感恩师父 好 请起身 请要员师兄跟座 现在请近江师兄上法台 跟大家现身来亲眼 把这个见证分享给大家 请大家掌声 师父 师母 各位老师 各位师兄师姐 大家 大家午安 十九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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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恩师父的慈悲 让弟子 有五行功德 做新的见证的机会 大家好 我叫张靖佳 目前就读台南东方设计学院文化创意商品设计研究所 所以的学生 入门 竟有一年十一个月了 那么首先 要先跟大家分享 我的家庭背景 我的爷爷 在年轻的时候 早期呢 他第二个小孩的身体 非常的差 家里费尽心力的医治 在求疑无门的情况下 爷爷为了治好他的病 开始想 藉由宗教的力量 来救助我的邓伯父 也因此 跟庙宇的神明发愿 愿意捐地 在岗山创立了圣散堂 并且担任了堂主的职务 只为了要祈求 能让二伯父早日康复 但是不幸的是 二伯父在二十六岁时 还是不幸往生了 我从小在圣散堂内长大 那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学会了一些神通法术 加上我从小是有阴阳业的 我看得到灵性苦难无奈的世界 然而地狱是真的存在 活在地狱里的灵性 生不了死不掉 比人痛苦万分 专科四年级时 我与一位女性交往 有一天晚上 她忽然打电话来 很痛苦地说 她有一位阴阳阴的同学 看到她的冤亲在主 要来抓她了 她快要死了 我当下知道时 很心疼女友 但却无能为力 虽然圣散堂的老师们 有教导过 驱赶灵阳的方法 但是我知道神通法 是无法度化愿亲在主 以及业力的 她就在这样恐慌 无助的情况下 很快的 就结束了这段感情 离开我了 而我的心中 便开始扶起 我想要找到这样一位 能够度化业力 以及冤亲在主的师父 所以只要有空 我就会跟随金香团 试着找寻这样的师父 但是 我找不到 退伍的半年前 有一天晚上 我的额头 都从那天晚上开始 不定时的疼痛 直到我退伍 回到圣散堂内 拜拜时 才有灵魅的口中得知 是我们圣散堂内的神明 要抢我的身体 当机身 当时我非常的不愿意 因为我知道 那样必须苦修苦练 因此 我请爷爷 陪同我 一同的烧香 请神明暂缓 我才没有当季童 退医后 回到学校 求学的某一天凌晨 突然间 脑海 一直想着 明师何处寻 以为能够度化业力 冤心症的师父 我到底要去哪里造 我要如何才能造得到 就在这个时候 我越想越烦躁 因此 我便决定了 顺其自然 让上天来安排 既然我找不到师父 不如 就随便的 让师父自己来找我 想不到 就在2011年的3月24日 星期四 放学时 我遇到了我的坚硬人 何琼琼师姐 他很直接的告诉我 他的师父是如来 是大成就的名师 听到时 我吓了一跳 心想 如来 太广望了吧 公庙我也跑了不少了 认识那么多的师父 还没遇到一个敢自称如来的 反正我看得到 如果是假的 我就当下拆台 就在2011年的3月29日 我抱着踢馆的决心 在台南的金社路人门 当我进入禅堂时 却看到一尊灵性佛 我坐在最高的法座上 长相跟师父的法相上面的容貌呢 一模一样 原来 我看到了法界的师父 我非常的惊叹 在入暖及禅定的过程中 身体不自觉 不断的感觉呢 有热气一直在流传 当时我因为好奇 所以轻轻睁开了眼睛 但却看到 从师父的方向里 飞出了好几尊 不同面貌金色的佛 带着流星般的佛光 不断的向每位弟子飞去 当下 我便升起了大幸 我清楚的知道 师父真的是无来 是大成就名师 后来我更加明白了 那些呈现不同面貌的佛 正是师父慈悲送给入门弟子的灵性 在2011年的元宵节当晚 一位女性友人 因为失恋很难过 没想到 她竟然要求我 在她区骑津 而且要经过非常恐怖的海底隧道 之后我们坐在靠海的风车公园的石屹上 当下她就哭了起来 当时呢 周边以及海上的低层灵性 瞬间一直不断的靠了过来 我非常害怕 而且很无助的靠在栏杆上 欣赏完了 欣赏完了 我正下该层的回家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直觉告诉我 要马上观师父助位 因此 我闭上眼睛 开始观师父助位 当我睁开眼睛时 竟看到所有低层的灵性 瞬间 竟然朝我身上的师父灵心佛 在跪拜礼近 就在这个时候 我才可以自在快速的离开 赞 赞 赞 师父 赞 赞 师父 有一次 参加高雄无来政法班时 因为车子坏了 那时候 政法班在高雄近社举行 我第一次 搭火车 到高雄车站后 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因此随性的向走走 才一转身 我的眼角 看到了一个很亮的灵性 我回头一看 看到师父的灵性佛 跟在一位穿着便服的师姐旁边 他正要搭乘计程车 我就很开心 也没想很多的 朝他跑了过去 与他一起搭乘了 往高雄金社方向的计程车 上车了以后呢 他非常疑惑的问我 请问你是师兄吗 我回答他 我是啊 他在疑惑的问 你怎么知道我是师姐呢 我很开心的回答 我会知道你是本能的师姐啊 是因为我看到师父的灵性佛 跟在你的身边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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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 在如来正法案中 当时师父还没到 我却看到一尊牵手牵引观世音 已经坐在房座上 令我非常的惊愿 我以为那是师父的护法 之后询问老师 才知道原来那是师父 所呈现的灵性佛的庄严法相 我心中无比赞叹 师父所呈现法界的 各种灵性佛的殊胜法相 师父真的就是大成就的名师 感恩师父 在大师父 在2011年中秋节当天 大约下午两点的时候 我和同样就读东方设计学院的 李静怡师姐 以及高院科技大学的黄耀玉师兄 相约到他家卡肉 黄耀玉师兄 在这里建议师姐 而我则一个人 骑车在后面 就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 要运师兄的车 要运师兄的车很快的就顺利 转弯到了对象车道上 而我则慢慢的骑在后面 正当我骑到马路中间 要通过十字路口时 这时候很奇怪的是 我的车道上的绿灯 突然就转成了红灯 另一方向的车道 也直接的转成了绿灯 我心里面当时想的是完蛋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红色的小客车 非常快的从我的左方撞了上来 这时我的机车前轮 已经滑入了对方的车的底盘下 我非常害怕的想说 完了完了完了 就在最危急的时候 我看见了师父的林信佛 出现在我的右手边 用他的身体挡住车子 并用师父大大的佛手 一手抓住机车龙头 另一手抓出了机车的围杆 在那一刻 时间好像静止了 就在这时 让我能够赶快的回神 并且伸出脚 将车子撑住 正当我闯口气 再往前骑了一小段路 后方又来了一辆白色的轿车 快速朝向我的方向冲撞了过来 就在我来不及反应下 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发生了 一只摆设灵信佛的大手 那是师父慈悲不可思议的佛手 正紧紧的挡在那辆白色轿车的前面 在罪危急的状态下 轿车停了下来 而我 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之下 逃脱死结 平安脱险 赶恩师父 赶恩师父 更令人惊叹的是 当我将车子骑到路边 跟黄耀玉师兄李敬寅师姐会合时 我不断的赶恩师父 赞叹师父 他们也跟我一样 不断的赶恩师父 赞叹师父 他们跟我说 他们两个也同时看到了师父的灵信佛 伸出大大的佛手 挡住了汽车 保护了我的小命 他们的体质 也跟我一样 是看得到法界的现象 在这场车官之前 我早有运知 我有这样的一个车官劫难 真的很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大慈大悲地保护了地址 赞叹师父 赞叹师父 然后 就这样 我脱离了 命运苦难的轨道 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 我真的是在劫难逃 因为有师父如来 让我真正逃脱生死结 我这一条命是 师父教 是师父给的 而师父 真的是我一直在寻找 能够度化众生 业力 以及冤亲在主的大行救命师 在2013年3月9日 高雄无来政法班 很感恩师父 让我有机会 五行功德 上台做心得见证 心得见证后 师父又那么自卑地 特别给予我灌顶加持 就在灌顶时 我灌到了 我全身充满了无量 金黄色的佛光 我感觉自己的灵性 就在那一刻 瞬间被师父提升了 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赞叹师父 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让我从无名 傲慢的习气中 了悟了 凡事要谦卑 万事要感恩的证实力 也明白了 灵性神通 是无法度化业力 及冤心在主的 只有真正的明心 健性 健性成佛的大成就名师 才具有 故化 弟子的恶业 解脱定调的恶业轨道 慈悲的引领弟子回归佛道 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让我摆脱了 饱受灵性欺负的日子 给了我新的生命 弟子 誓愿要依照奉行 不断开悟 直到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利益十方众生 药育以及静怡师姐 他们本来也是 愿意来现场亲自见证 师父的大为得力 但是由于静怡师姐 因身体无视 暂时无法上来 跟大家见面 我想要告诉在座的各位大家 刚刚所说的见证 都是真实的 若有造假 我们愿意负一切的责任 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 感恩师兄 从建家师兄的心得分享 那我们再在见证师父 就像当年释迦国佛所说的 诸佛所说的话 也无虚妄 虚伦大臣救命师 注释弘法 出于古着二世 度掉了我们的杰拓 烦恼拓众生所见拓命拓 虚伦的拓就是业力带来的 师父给我们灵信侯 但一开始入门就有 真正一教共行 观师父诸位 随时随地千处祈求千处县 而弟子的心应该怎么做 我们再三能机会到了 当时师父千叮零万叮零 也是师父每一次每一次的 不舍得再说 请大家只有一心信解 缺乃地相信 照着去做 就能够证明到师父守秀的话 一点都没有虚假 自宇宙间只有五百十真 也是说我们要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利益时光众生 靖家师兄 今天到这边 慈悲跟我们分享 我们坐在这里平平安安的 好像不需要一样 事实上 师父早就悄悄的 不知道剁了我们多少 挡了我们多少的恶业恶灵 何况是还有 就像非常有爱 共同心恋心 那我们再一次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感恩老师 感恩师兄 现在我们也一起请 耀育师兄上法台 师父慈悲 要为他们两个加持冠礼 现在请全体同修 专座请合十 好 现在呢 师父慈悲 要为 为这一次见证 也见证到了 靖家师兄 临心佛 师父慈悲 挡住了那个 测关的劫难的 要与师兄 加持冠礼 安心 寅 二 二 三 二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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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